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片可以看得到 从这边可以看得到 叶片是属于不浪纹的 是不平整的叶面 叶片是稍微厚实一点 叶宽大概在1.500左右的叶宽 是建栏里面非常非常勤花的品种 一年可以三个两到三次花 所以相对而言它是比较懒牙的 那也有人称夏皇美为开花机器 如果养得好的话 一年三个四次花 不成问题的 花开一杆多花 花开为黄白色的 颜色会偏黄一些 两盆软豆 龙吞色 花朵是比较小一点 那夏皇美最开始的名称叫做夏和美 意义为花开为核心美瓣花 那后面人觉得夏和美这个名字不是特别好听 后面改为夏皇美 所以也就是有今天的八大名品之首夏皇美的一个称号 那这个品种在养护方面的话 也是属于一个挺好养护的一个品种 它的这个抗病性是比较强的 而且不容易长斑 我这一组是一个三个苗子的一个苗情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 它这个第三代苗 三代苗叶片依旧是不会发黄长斑 所以在养护方面 夏皇美它这个品种对于新手而言 也是非常好养护的一个品种 那接着来介绍第二款 健男的均和 有人说均和才称得上是健男的八大名品之首 但是真正的八大名品之首是我们的夏皇美 但是我觉得均和可以算是王者之气的一个正格盒半花 它这个花开是非常大朵的一个盒半 花开的直径大概有4到5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 然后花高挑出价 出开的时候外包衣的一个色者的话是比较的包衣最彩 包括它这个外半 外三半的颜色也是有非常明显 绿瓣底过渡到中间有一个比较红的一个红面在 舌上面的一个红斑的斑点也是非常好看的 无论是从正面看 正面看这样子的话是端状大气的 那背面看 这边看过去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工整的一个斑形 香气也是属于一个挺浓香的一个香气 也许是有一些男友对香气的敏感度没那么强 他们会说健男的均和没有香气 但是均和确确实实的香气还是挺浓郁的 均和是属于大叶材的一个健男品种 叶宽大概在2厘米到2.5厘米左右 那叶长大概在30到40厘米左右 它这个叶子是比较厚弱的叶子 而且表面摸过去的话是比较的凹凸感比较强的一个叶子 那在养护方面的话均和它这个品种是比较容易长斑的 所以说在养护方面的话 蓝友们可以多加注意一些 虽然说是比较容易长黑斑 但是它这个品种也是非常勤花又勤压的一个品种 一年三个两到三四花也是不成问题的 而且花手还是挺稳定的 因为它这个品种的话是高调出价的 那盒半花的话它这个对于控水要求的话也不是那么的强 是一款非常适合新手练手的一个品种 一平梅又称钙梅无双梅最早下山于四川 叶长是属于比较偏高的一个叶长 叶长大概在30到40厘米的一个叶长 那叶宽大概在1.2厘米 叶子也是属于比较厚弱的 而且你们看它这个品种是属于微垂叶的 因为它叶比较长但是垂度不会很高 所以说它这个叶子比较的干净有力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花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开品 花开为正格的一个梅瓣花 那外三瓣可以看得到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说跟放脚 像那一艘这样子看起来非常的张弛有力 那每一朵花瓣上面都有五个瓣 五个瓣微微的张开拥有一个小如意蛇 这样看起来非常的乖巧可爱 花开一杆多花 一杆差不多五到七朵左右这样子 然后它的这个花朵的排序是比较舒朗的 所以在一杆花上面这样子远远望过去的话 还是非常端庄大气的 建兰的品种一品梅 同一品在建兰里面算是中等叶长的一个建兰品种 叶长在20到30厘米左右 叶宽在咱们1厘米左右 是属于中垂叶芝的一个叶型 那花开的话高调出价 在养护方面的话也是比较好养护的 琴花又琴养 那管理方面也不需要特别的注意 它这个花朵我们来看一下 花朵开品的话是比较的小了一点 显得非常的小巧可爱 那花开的直径大概在三厘米左右 开的是一个正格的一个梅瓣花 它这个梅瓣花开了会比其他的梅瓣花更加的舒展一些 显得更加的端庄一点 那它这个品种最大的特点在它的外三半 每一半上面都有两道非常明显的一个红韵 是一位喝醉酒微醺的少女的脸侠 非常的可爱 然后远远望过去花开高调出价 非常的端庄优雅 建兰的品种红一品 如果喜欢的蓝油可以确定了解一下